大家好,又是大家吃糖甜甜的日子啦 白鹿罗芸汐偷偷在一起了吧 罗芸汐每次看白鹿的眼神很暧昧呢 白鹿也曾自曝对罗芸汐喜欢心动 就在最近两人发的母亲节的文案 太多细节相似 要知道,两人往年都是只祝福自己母亲 今年两人突然一起发了祝福文案 莫非是私下已经见过对方母亲了 但戳戳地祝福对方的母亲呢 罗芸汐是成都人 晒出的菜是江浙菜 难道罗芸汐口味发生了改变 从无辣补环开始走清淡的路线了 成都人真的会爱吃清淡的香菇炒青菜吗 然而白鹿是江浙人哦 还有特意放大的番茄鸡蛋和红烧肉 都是白鹿爱吃的菜 白鹿曾经在访谈中说过 我喜欢吃偏甜的东西 尤其是番茄炒鸡蛋和红烧肉 罗芸汐特意的两道菜特写 对上白鹿的话 这不就是撒狗粮的节奏吗 而白鹿则给鱼和瞎特写 网友表示 鱼写英云 瞎写英夕 正好是芸汐 两人这是在暗戳戳秀恩爱 小心思不要太明显 不过罗芸汐已经35岁了 如果能够带女朋友回家见母亲 罗芸汐母亲应该会非常开心的 白鹿和罗芸汐在有一次同况中 听到女生夸白鹿漂亮的时候 罗芸汐就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当听到男生对白鹿喊我爱你时 罗芸汐立马就生气了 两人互动的时候 也是默契度十足 还直接用上了我爱你 罗芸汐喜欢用小手指去摩擦着白鹿 这个小动作 她也只针对过白鹿一个人 这不就是妥妥的偏爱吗 罗芸汐还说白鹿非常符合她的择偶观 当然了帅哥跟美女能成为一对 也真的挺好啊 祝福 从蜜堂到长月敬明 就是从一见钟情到了日久生情的阶段 罗芸汐看白鹿的眼神越来越拉丝 戏外的花絮也在亲吻 两个人难舍难分 拍完长月敬明四个月后 罗芸汐直播中就提到 元帅是和自己最像的 还当场唱起了白鹿跳过的那首爱你 整场直播下来 罗芸汐像孔雀开评了一般的雀跃 你俩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啊 这边再看到最近比较火的侯明浩和周也 也是洒糖满满 虎芸开播之后 侯明浩和周也多次连麦直播 因为聚播得不错 全程高甜 一直看嘴巴就合起来过 一直咧着嘴笑着看完的 从姿态上看 两人的确还蛮轻腻的 贴得近且一丝抗拒和生疏都没有 感觉私底下的关系应该还挺好挺亲近 在玩游戏恐惧消那一段 都以为是真情侣了 大型让CP结婚现场 真的非常好客了 恐惧箱这段是这样的 两人的手在箱子里触碰了 也没有丝毫的尴尬和避险 反而是很自然的一直摸 就给人感觉他们似乎很习惯这样的状态 两口子就要整整齐齐的 侯明浩 1997年8月3日出生在北京 中国内地男演员 歌手 2012年加入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 并成为旗下练习生 之后学校里还张贴了他的海报 两年后侯明浩选择回国发展 在此之后侯明浩还出演过一些作品 其中的《怒海前杀情领神术》 是一部比较出圈的作品 也是这个作品让他成为了更多人的关注点 这版侯明浩版无邪青春气息 显然更加浓重 同时成章感也更强 侯明浩与原著无邪相辅相成 而聚焦侯明浩的白镜 清爽的外在条件 本身就是属于阳光少年类型的他 与原著中一直被家人保护着的少爷形象 可以说也是相当契合的 刀兰 盗墓比基尔 怒海前杀 中最值得一提的 还是无邪 小哥 胖子组成的 三人组为观众带来的惊喜 作为三人组的精神领袖 无邪在三人组的有趣互动中 总是需要处于一个游刃有余的状态 而侯明浩对无邪的演绎也是如此 有点小机灵 对一些建筑方面的知识很精通 颇有智囊谈的感觉 可见 侯明浩是很适合年轻无邪的人物形象的 既有少年感 又有爆发力 演技实力不容小觑 不得不承认 侯明浩身上拥有着非常多的闪光点 和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与沉稳 影视行业需要更多 这样优质的潜力艺人出现 相信侯明浩终有一天 能够实现自己的演艺梦想 周以2017年凭借 少年的《你终》饰演 《80少女未来》 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从此进入观众的视野 如今周也凭借护新实力圈粉 不少网友感叹到这么好看的美女姐姐 应该早点来拯救孤偶 帅男靓女 这对于仙侠剧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两人的颜值可以说是业内S家的存在 侯明浩长着一张阳光帅气的面孔 再配上他清爽的五官 少年感以下拉满 尤其是他古装的扮相 简直太帅了 周也是真的很美 在他的身上总能看到 一股破碎倔强又清冷的劲儿 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非常的阳光可爱 同时两人都是性格很可爱的人 不管戏里还是戏外对眼睛都十分友好 流量小声喉名号 搭档青春两立的小花周也 去年两女组合 几乎360度无死角 怎么看怎么般配 两人合体还未剧中拍摄了一组海边大片 黑白滤镜下氛围感十足 网友直呼 在一起 两个人的CP感也越来越好客 网友给两人CP起名为 猴子来叶 虽然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土 但是这两人距离居外的唐氏真甜啊 不过周也和猴名号直播连迈的时候 有个把字说错的小插曲 对着忏悔念惊悔 还念错了很多遍 有网友就表示娱乐圈 右天议员绝望的文盲 忏悔这么简单的字都能不认识 周也高中就读于惠州很好的画楼庚中学 还是正经的本科毕业 又不是酒漏语 怎么会犯这么基本的错误呢 虽然对于现在娱乐圈208万的文化水平 期待很低 看到周也读错字一点不吃惊 但还是忍不住说几句 周也读错字是直播的时候露线的 很多艺人其实都有读错字的时候 如果因为读错一个忏悔 就拜光录人员都不至于 周也公司的公关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读错了字道歉 还把娱乐圈曾经读错字的明星 又拉了一遍 这是让所有人和自己共沉了吗 周也道歉的热搜上了热搜榜第一 公关很快就买了 侯明浩伪扎周也的新道歉的话题 把此前的话题给模糊掉 怪不得是欣利利捧的亲闺女 公关的手段还是很厉害的 毕竟因为虎心剧播成绩还不错 好不容易找回了一些口碑 总不能因为读错字败坏录人员 当然先不论他们公司的公关手法 就说周也读错字这件事 也没什么负面的评价 就直播念错了字 人家也没有专门开教育频道 给小孩教导 周也的态度也是很好的 那个字念错四次 被工作人员暗示之后 就很干脆的道歉了 他高考成绩有400多 是会周第一个上北店的人 现在因为一个字读错 就要成为娱乐圈绝望的文盲的一员了 估计自己在深夜回想起 这场直播都要哭死吧 如果粉丝不到初婉 尊诚自己认识只是嘴嫖 因为如果是嘴嫖 也不至于连续嘴嫖四次吧 不过就是读错一个字而已 路人不在意 本来觉得错了就错了 但很多粉丝在急忙无嘴 就会引起路人的反感了 我觉得既然读错字是事实 那么这时候最好低调点 不要把头脑空空 的花瓶形象做事了 演员还是要以作品为王 只要今后演技提升了 作品能扛上去 disse整个地方 textedunting Ol输 本应该知道 我们也想在哪里 当前是